疫情无意间揭露了美国的本质 号称25年来欧洲最大的军事演习 因美国而跑汤 俄罗斯成最大赢家 美国为保持本国的霸主地位 打压俄罗斯变成了其一贯政策 经常见由于欧洲各国联合军演 向俄罗斯秀肌肉 美籍民约团结合作和对盟友的保护 然而疫情却无意间揭露了美国的本质 号称25年来欧洲最大的军事演习 因美国而跑汤 德国国防部长于当地时间16号表示 美国现任决定退出欧洲防卫者 2020联合军事演习 他指出此次军演是今25年来 在欧洲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 按照最初的计划 将有18个国家的3.7万名军人 参加该联合演习 而作为主力的美军 则将要派出2万名士兵 以及1.3万件武器装备 在此前已经有5000名美国士兵 来到德国参加演习 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 目前所有参演美军已经全部撤离 这无疑让俄罗斯松泪苟气 计划欧洲防卫者2020联合军演以来 美国的意图倒是很明显 从演习地点来看 原计划在德国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境内 举行军演 这些国家一直以来 都是美俄对抗的最前沿 在这些地区举行重大军事行动 都会被俄罗斯视为威胁与侵犯 而美国防部长也曾表示 欧洲防卫者2020演习 是为了迫使俄罗斯改变不良行为 而发出的信号 不过俄方认为 乌加道楼并没有解释 不良行为指的是什么 俄罗斯也没有主动威胁其他任何国家 反倒是北约或是美国 常在俄罗斯边境聚集亮拳头 没想到如今却是新冠肺炎病毒 阻碍了美军的脚步 目前欧洲疫情正在不断恶化 德国截至3月16号 已有5000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对此有网友表示 面对这样的危险情况 美军终于还是选择了仓皇而逃 而美国的意外退出 也让俄罗斯成为之常 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中 最大的赢家 同时疫情的蔓延 也让美国的本质暴露 在欧洲疫情愈发严重的情况下 美国这一全球霸主 想的并不是如何援助其盟国 而是选择第一个逃跑 可以看出 什么所谓的对盟国的支持和保护 即是流于表面 对自身有利才是最重要的 对此有网友表示评论 美国什么时候保护过盟票 从来都是好盟友的羊毛罢了